各位,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似乎很混乱, 里面还掺杂着一些难以逾越的大伤, 因为我们都是有罪,是破碎的, 有时还会因为罪、痛苦、失败来回挣扎。 即便我们已经蒙了救赎、一生和好, 我们依然会犯一些的错误, 以至于影响了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生命中有混乱而自满, 好像变得满不在乎, 反正在基督再来之前, 除根所有的罪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就不用努力走天国的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成圣过程的确是混乱的, 有时会失败,也会有时胜过。 然而我也相信,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我们过一个比较混乱的基督徒生活, 也不是要我们从一个危机转进下一个危机, 好像在将来得着荣耀冠冕之前, 注定会失败,会失望。 不是这样的。 其实福音要带来更多的是在得更新的喜乐, 而不是自满在混乱中。 若我们不反备这自满的倾向, 我们的信仰将陷入一些属灵生命的危险。 怎么样的危险呢? 首先第一个危险是会将罪常态化。 当基督徒他继续接受这种基督徒生活是混乱的, 这会营造了一种神体恤, 并会允许我们犯罪的感觉。 如果我们所犯的罪不过是我混乱生活的自然流露, 我就不用对付这些罪, 甚至把这些罪看作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我们不小心提防的话, 我们的基督信仰的观念就变成了 我会犯罪,你也会犯罪,我们都会犯罪, 这是自然品尝的事。 当然,我们的确会犯罪, 但是这代表我们就应该不对付罪, 应该将罪成为常态化吗? 圣经中常常告诉我们有致死罪的责任, 并且没有叫我们容忍罪或偶尔犯罪是没有关系的。 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这么说,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误会、邪情、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败偶像一样。 各位,我们必须对付罪的, 罪是不能常态化, 更不能被忽视, 我们是不能与罪和平共处的。 罪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被对付并被致死, 否则,罪会叫你死的。 就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所以,虽然罪性是会使我们的生命会混乱, 但绝不要将罪常态化, 那要靠圣灵不断地致死罪, 这样才能叫我们活, 不然就会因犯罪而痛苦了。 那,倘若基督徒无意识地将罪变常态化, 最终会使他们的日常征战变得没有必要了。 这个就是第二个危险。 这种心态会很快接受失败, 而不会致力于靠着神的恩典胜过失败。 换言之,就是对征战存失败主义的态度了, 反正怎样征战最终还是失败的。 其实,这种态度会让他们在属灵征战上变得更懒惰, 所以保罗他在一幅所书六章十二节跟门徒说, 他们的生活既是挣扎又是征战, 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福军装, 就是披上基督的属性与那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当然,有时候征战的过程会有难处, 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勉强自己去接受属灵的征战, 或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征战的。 上帝要我们追求每天靠着恩典, 朝着圣洁这条路来前进, 不容忍罪在我们身上作亡。 这是在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告诉我们,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被死的身上作亡, 使你们顺从生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所以各位,最后呢, 也就是最危险之处, 就是使十字架的能力削弱了。 耶稣他为每个信徒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所犯下的每一个罪都缓清了罪在, 他的牺牲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从罪中得释放, 以至于我们可以服侍主, 并与主一同得荣耀。 那保罗他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就说,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但是各位, 若默许基督徒对罪存有常心态, 对征战存失败主义的态度, 也就等于在说十字架实际上没有能力, 不能真正释放我们了。 那我们仍然是罪的奴仆了, 也许在地上不算真正的奴仆, 但实际生活而言是像奴仆了, 从而就不能使信徒每日抵制这个世界, 肉体和魔鬼撒旦。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主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过一个半心半意的生活, 主以战胜罪和死亡, 在他逐渐更新变化我们, 成为他样式的过程中, 我们的生命应该经历与见证这种得胜。 那虽然我们还没有回天家, 但其实是在回天家的路上了, 因此十字架并非是失败, 也并非无力地战胜罪和死亡, 而是我们削弱了十字架的大能了。 所以各位, 盼望我们不要认为基督徒的树林生活 只是混乱而已, 好像只有失败, 达不到神对基督徒生活的期待而自满。 的确我们是混乱破碎的人, 寄居在这个破碎堕落的世界, 但是我们蒙呼召, 不是因为喜欢看到自己属灵的失败, 而是通过死而复活的基督, 那拥有超自然的能力, 只有借着他的真理, 套着他的恩典, 才能使我们勇于继续对抗罪恶的。 所以, 愿主帮助我们, 在属灵生活的混乱中, 反倒有确据自己是属神的, 并能够通过基督战胜罪和跨越自己战时的有限。 这就是基督徒里的丰盛生命了。